自主学习的方法和技巧 还有就是要把所有的课程活动 social events 作业以及考试时间都记录起来 在一个小本子里 或者是使用手机的日历 然后把所有东西都细节化 关键时间都要标记好 就像去约会或者是去参加doctor appointment一样 要准时并且按时的去做 有学期的计划 每个月的计划 每周计划和每日计划 还是像之前视频中所讲到的一样 要学会复盘 要看对于自己来说 什么计划是最合适的 然后不断地去更新自己的目标 还有就是要一定 把所有自己想要学的 和自己要做的事情都写下来 然后带在身边不断地去提醒自己 这样在潜意识中 你就会去不断地去学习 有一些灵感也会来到你的脑海中 比如说你想写一些paper 或者是写一些文章 或者是剪一个题 你并不会 但是你就在开车 或者是在吃饭排队的过程中 突然就想起来了 好的 谢谢大家 希望这些对你们有所帮助 谢谢大家 好